前两天跟大家说过一个这么个话说 有机肥呢一定要用无机土 无机肥呢一定要用有机土 这个不是说一定要用啊 就是说怎么个回事呢 大家如果说用的那种泥碳土什么的呢 也可以用一些有机肥 但是大家用有机肥的时候 一定一定要完全发酵复仇 咱们在上期视频也跟大家说了 不建议大家用一些个发酵的桃米水 这种会导致土壤里面二次发酵等等一系列的 有的话说老花一 那我知道了 我买了你家的这个泥碳土了 我不想用你的这个繁肥水 你说的不能用 你一定要了解啊 就比方说咱们人吃饭是一个道理 我说广东人要吃米饭 山东人要吃馒头 你也扛不住山东人也有吃米饭的呀 再说植物本身 你像有机肥在生长过程当中是被消耗的 而且繁肥水这个东西呢 不是建议大家当肥料去用 太贵了 你一瓶盖兑两升水来当肥料用 那得多贵呀 而且这个东西我一直跟大家 我强调的说明 我说如果说大家养 护或者说养花的时候 尽量的一个月来一回就行了 主要是调节调节土壤栓减度 补充补充有机制 增强土壤的活性 你非得当肥料用 你那不就是给偏解了吗 你像泥碳土呢 是可以不用什么羊粪之类的肥料的 是可以不用的 好吧 那有的话说 我看有的大臣怎么用羊粪呢 他是摻了椰康 椰康是很便宜 跟泥碳土摻到一起呢 会降低生 降低自己的一个生产成本 然后呢 再加入一些沸肥 也是为了补充一些 个椰康进来的时候 缺乏了那些有机制 明白了吗 凡事无绝对 你得灵活运用 好家伙呢 就像 我小时候小学的时候 看过这么一篇课文 某人学医 学医的时候说 八豆不可轻用 结果直接给人开了四两八豆 把人给吃的是上传下戏的 特宝 是不是你呢 不成了花一 养花最转一 咱们下期再见 白了